Wolf Media的观众们大家好 欢迎再次来到胡中南的频道 今天我们来聊一聊内卷这个词 其实在之前聊躺平的那几期节目当中 我们就反复用到内卷这个词 而且很多很多的理论方面的分析 我们都会使用到这个词 但是很多时候我突然发现 我们没有至少我本人 其实没有对这个词的含义进行很深刻的思考 就是内卷它到底是一个什么 虽然我们都在说全行业内卷等等 然后其实当你说出这个词 别人也知道什么意思 那么大家都有体会 但是要把内卷这个东西 直接用语言把它给定义出来 然后去思考这个背后的来龙去脉 那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思维体操吧 那么在我看来呢 就是内卷它其实是一个 类似于就是 生多周少的 这样一个状态 就是说无论是这个经济收入 还是现金啊 货币啊 或者说是各种各样的劳动回报 就是这个广义的这个劳动回报 它就一旦陷入了内卷的状态 那么它就意味着呢 就是这种回报的总量 在不断不断的减少 但与此同时呢 要这个试图获得这种回报的竞争者的数量 就是越来越多 那么大家呢 为了获取 那最后仅存的这么一点蛋糕啊 就是分蛋糕的时候 为了分得更大的蛋糕 那么人与人之间 就要进行各种全方位的多角度的竞争 而这种竞争在我看来呢 它是一种恶性的竞争 如果呢 就是在一个正常的良性的一个经济制度之下呢 就是说每一个人啊 他对于劳动回报率的这个定义呢 他应该是一个多元的 换句话说呢 就是每一个人应该可以根据自己的所长 根据自己的兴趣 对吧 然后呢 竟融入到这个社会大分工之中 由于这个社会本身是多元的 然后呢 你的劳 你的就是职业所长 你的兴趣啊 就是往往你就能够找到这样一 这样一群受众 然后他恰好有这样的需求 那么这个时候呢 你就可以进入了一种比较良性的这样一种工作状态 那么你既不用担心 就是说在你所长的范围之内 有过于有有过多的这个服务的提供者 然后你又不用担心呢 就是说你所在的这个范围之内 由于需求量太少 导致实际能够给予的回报率不足 那么这个呢 就是应该是一个良性的经济循环过程 所要去努力追求的一种均衡状态 那么像中国的这种全行业内卷啊 它其实是有两大原因 就是从刚才这个过程当中的 就是开源和急流的两个方面 它都有问题 第一个呢 就是因为这个社会的价值评判体系 它是一元化 它其实就是一个降低劳动成本 因为中国它没有原创的技术创新的可能性 因为所有的技术创新都是通过输入 那么中国这个市场在国际分工当中的 真正的这个优势 其实就是在于低人权优势 这个中共官方其实很多途径 他也是承认所谓低人权优势 就是大家怎么样把这个生产成本给它降下去 而这种生产成本的降下去 它不是通过规模化的 大生产的方式来讲 它其实是通过人海战 因为中国人多 对吧 然后人又穷 然后虽然穷 但是人又聪明 他就是现在的中国的这个制造业的工人 他确实在素质上面 要比这个东南亚一带的 很多友邦嘛 很多跟中国有存在竞争关系 这样的国家的这个劳工呢 它的素质肯定要高一点 那么就导致呢 中国可以大量的采用 就是人海战的方法 通过工人与工人之间的竞争 来压低这个劳动的成本 最后呢 导致中国制造的产品 可以以一种非常至优价廉的方法 至优价廉的状态 那么在国际市场上 获取了意识之地 那么从这个过程当中来看 就是说中国的 就是在供给侧的这个内卷 它已经深入到了 就是中国经济运行的本质上 它的深入的骨髓 就是在于就是在于内卷 没有内卷 那就没有中国制造 那另一个方面 从就是需求策来讲 那么大家知道 但凡是采取了这个资本主义协作方式 或者是讲自由市场经济的 这样一个经济体系的话 那么一个经济体系 疲软的真正原因 它其实是由于生产过度 它其实是一个生产过度需求不足 造成的经济危机 而不是像计划经济这样 是由于生产不足 造成匮乏而产生的经济危机 这个恐怕是 但凡有一点 现代经济金融学常识的人 应该都非常清楚 那么需求到底是什么 需求呢 其实就是人的欲望 就是说人会为了要实现 心中所思所想 为了这个欲望 为了这种可能性 要愿意付出多少 这个问题 那么显然呢 中国这样一个国家 如果他采取闭关锁国的话 那么其实中国人的欲望 其实是比较低的 换句话说是比较低层次 换句话说 即使欲望本身是无底线的 但是中国人能够为 欲望所付的钱 是非常非常少 因为众所周知啊 这个月收入三千之下的人 有六亿人 那么在如此低的 这个收入之下 那么他的很多的欲望 其实是属于天方夜谭 属于空中楼阁 即使他有这样的需求 但是这个经济学当中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定义 就是有效需求 所谓有效需求呢 就是具有购买力的 这样一种需求 如果人没有了购买力 那你即使有这样的需求 又有什么用呢 对吧 你不能为你的需求付费 那么你的这个货币 你所付出的这个钱 所付出这个流动性 就不能重新回到 这个经济的大循环之中 那么你这个需求 对于整一个宏观的经济 其实是没有任何帮助的 那么所以说从需求侧来讲 中国也是一个空前内卷的社会 因为真正愿意为需求付费的 并且付得起的人 是非常非常的少 也就是只有顶层的那些富豪们 他有一个充分的 为他们这个欲望 为他们需求进行付费的一个购买力 所以这样就造成了各行各业 他为了争抢那些顶层人 能够付得起钱的这样的人的这个需求 他们削尖脑袋 挤破头也要去跪舔顶层的富人 这就非常类似于 就是鱿鱼游戏 对吧 最近非常火的这个鱿鱼游戏 其实就是那么五六个顶层富豪俱乐部当中 一个圈子 那么他们由于能够为他们 这个非常奇怪的这种 匹号就是为了付大量的钱 而且这个钱他们愿意不计成本的去做这样的事情 那么这个时候 那么自然会有大量的人 愿意甚至愿意付出自己的生命 也要去分得一杯羹 这个就是一个典型的内卷化 那么综上所述 中国在闭关锁国之后 那么在我看来呢 至少这个五到十年内 恐怕很难重新回到闷声发大财的老路上 那么从各种各样的 这个政治经济的发展的趋势来看 党内啊 虽然所有的官僚机构 官僚人员 他们心中啊 其实对于习近平这一套 心里都是非常不乐意的 但是呢 他们没有办法形成任何有效的一种抵抗 那么再加上呢 习近平呢 他又是一个非常会进行妥协 他又非常知道 什么是重要的 什么是不重要的 他其实是对于一个稳定性 和对自己权力的这个 地位的稳定性是看待第一位 那么包括像房产税 那么最近没有非常如愿以偿的大规模推广 只推广了十个城市 那么这也也就可以说明啊 就是说习近平的位置可以说是更稳了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 五到十年内应该不会出现大规模的对外开放 那么中国就必将进入一个存量博弈的时代 在存量博弈的时代 那么中国的经济运行方式基于刚才讲到的 就是在无论是在供给侧还是在需求侧 都是极度内卷化的一个时代 那么这样就导致了中国出现像鱿鱼游戏这样的 虽然说没有像这个剧中这么血腥暴力的 这种典型的一些违法的一些场面 但是实际上这些隐形的搏杀 其实是此起彼伏 好的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